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聊黑格尔小逻辑和大历史观 小逻辑这本书是黑格尔的代表作,发表于181庆言 小逻辑是黑格尔哲学思想体系的一个代表 它包含了三个部分的论述 一个是存在论,一个是本质论,还有一个是概念论 这三个部分基本涵盖了逻辑分层透视法中最重要的三个部分 我们都知道,在我们一直都遵循的逻辑分层透视法中 我们把万事万物都分成五个层面来进行解决 存在层,本质层,现象层,现实层和概念层 其中存在层,本质层和概念层是这种方式与方法中尤为重要的 因为在存在层里面讨论了质和量的关系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量变和质变的关系 还有价值尺度的关系 而本质层里面呢,则讨论了本质作为实存的一个根据 同时它也囊括了这个现实层和现象层和现实层 而概念层的讨论呢,则着重于三个 一个是主体概念,另外一个是客体概念 还有一个就是理念 所以小逻辑这本书,或者说黑格尔小逻辑的思想体系 就天然的包含了我们熟知的逻辑分层透视法中的五个层级 所以你只要把小逻辑这本书研究透彻了 基本上你就对西方哲理体系最重要的逻辑思维体系有了非常深刻的了解 而且黑格尔小逻辑里面着重强调对一些长期的决定性的因素的进行分析 并且忽略对偶然性和短暂性的因素的分析 比如我们最近经常谈到这个动态清零政策 它其实就是一个短期的政策 因此我们在分析中国经济趋势的时候不会考虑这个因素 因为中国的制造业和经济体量规模在那摆着 因此这个短期的经济这个动态清零政策 不会对中国整体经济产生一个影响 虽然说肯定会有一定影响 但是主要影响中国经济趋势的还是国内外的经济环境 换句话说 中国未来经济怎么发展 取决于中国这个对财富的这种拒和散的这种能力 如果所有的财富都向中国聚集 那么中国未来经济发展一定是好 如果所有财富都是中国发散的 那么中国未来发展经一定是坏的 这跟中国的政治体制没有什么关系 完全就是一种经济的这种运作模式 当然我们目前所做的只是一个简单 只是一个对事物的一个分层处理 下一步我们要做的就是对具体层级的一个分析 比如说本质层存在层还有这个概念层 因为现象层和那个现实层 基本上包含在那个本质层里面 只要把本质层分析出来 现象和现实也就随之而出 因为现象就是你所感官所观察到的一个东西 现实则不过是现象层固化 长期固化形成的一个现实层 所以只要你把握住最关键的三个 一个是存在层 一个是本质层 还有概念层 把这三个把握好了 其他那两个层级 也就是很简单的事情 因为这三个层级都是非常抽象的 你用感官去感受的时候 不可能直接感受到的 本质层和存在层 你得通过这种分析 你才能分析出来 它不直接体现出 它体现的只是一种现象 你所看到的 听到的只是一种现象 你不可能直接看到本质 本质和存在是分析出来的 还有概念层它也是分析出来的 换句话说 它这个东西就是抽象的一个东西 这就需要我们有一种高度抽象的一种能力 那么怎么进行抽象呢 我们就需要一种新的分析框架来进行分析 我们这里选用的就是波罗戴尔的这种大理事观分析法 波罗戴尔在他知名著作 地中海考古史山史和古代史里面 使用一种新的分析方法 那就是一种跨学科 跨专业的一种分析方法 他的分析跨越了地理 气候 历史 文化 考古 甚至科学 数学 甚至什么雕塑学 都有等等诸多专业领域 我们称之为大理事观 其实这种大理事观在之前的著作也有提及 比方说斯宾格尔的那个西方的没落里面 就有大量的这种东西 就是这种新型的分析方法 他超越了学科之间的界限 他把所有学科综合起来 做一个整体的进行分析 而且他分析的时候 都是先从地理和气候入手开始分析 因为一个国家的发展脉络 与其所在的地理环境和气候命不可分的 中国的发展脉络 就和西方的这个发展脉络 有着截然不同的一种方式 就是因为中国和西方有着天然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 还有一个气候的因素 所以当我们把这两种方法结合使用的时候 先分层 先分成为五层 存在层 本质层 现象层 现实层 概念层 然后分析这存在层 本质层和概念层的时候 我们再用大理事观进行一个分层 然后从国家的这种地理气候入手 逐层地境 分析出为什么这个国家是这样发展 而不是那样发展 对吧 当你分析出这种趋势的时候 你就可以对未来进行一个预测 因为一个国家的地理气候 决定了该国文明兴起它的一个地方 而这种兴起的方式 也就成了开国的历史 当一个国家的历史足够长的时候 它就形成一种文化 而当这种文化比较深入的时候 就成为这个国家形式 就成为这个国家做事的一种逻辑 而这种逻辑也将伴随着这个国家的发展历程和荣辱性衰 当然也就确定其未来的走势 就是当那种形式逻辑一旦固化的时候 它现在怎么做 它到未来它还是怎么做 所以这个为啥分析 一定要分 一定要分析它的历史 你把它的历史分析透彻 你就知道它这个 未来其实跟现 跟过去 它都是一以贯之的 有一根隐形的主线 它都是贯穿其内的 所以黑格尔小逻辑和布罗戴尔这种大历史观 其实就是西方当代哲学界的一个最高境界 当我们把二者进行一个结合分析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排除一切感性的因素 完全以客观公正的方式 分析出国家乃至世界的历史走向 俗话说 从历史中来到历史中去 历史事实是不容更改 还不容质疑的 因此只有基于历史事实的判断 才是最准确 最客观的 也只有这样 你分析出来的东西 才能经得住时间和历史的考验